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黄家华 台湾导演蔡明亮的新作品日子 日前货班柏林影展泰迪兄评审团奖 这个奖项是为了以LGBT题材电影 专门设立的奖项 蔡明亮表示 不论同志或非同志 都是自然的人类 电影呈现的是人类普遍的感情 从没想过要贴上同志电影的标签 台湾自由开放 具有包容力 去年更成为亚洲第一个通过同婚的国家 希望有更多国家可以跟上 第七十届玻璃影展 2月29日举行颁奖典礼 台湾导演蔡明亮的新作 日子获班蔡迪熊评审团奖 这个独立奖项专门颁给处理同性恋 跨性别题材的参展电影 蔡明亮上台致辞 特别把这个奖献给自由开放的台湾 记者会上他和日子片中的两位主角 李康生和亚农洪尚西一同亮相 透过翻译蔡明亮感性地说自己拍了十一部片 每一部都值得再次回味 亚农洪尚西说蔡明亮发掘了他 日子这部片是他在曼谷生活的写照 李康生参与过蔡明亮的多部电影 合作上已经有相当的默契 蔡明亮接受中央社记者访问时提到 台湾通过同婚 可见大部分的人是善良和开放的 因此想把这个奖献给台湾 台湾导演周美龄的刺青 以及黄慧珍的纪录片日常对话 都曾经获得柏林音展 泰迪雄奖的肯定 中央社综合报导 工作站里悬挂着一幅大国旗 学生们戴着护目镜专注的组装机器人 台北市中正高中17名学生 日前在老师带领下远赴美国洛杉矶 参加已故NBA球星布莱恩 创立的曼巴运动学院举办的机器人竞赛 他们虽是菜鸟初次上阵 但努力克服语言障碍 齐心完成比赛作品 一举拿下新秀全明星奖 取得进军比特律决赛的资格 题目出来之后 我们就会去分配每项作业 然后有些人去做 就是我们像有拉杆 有转盘 有丢球 我们每个人就会去分配到这些东西 然后去做设计或制作 一个零件能用那很简单 是把它组在一个小空间的机器 那才是最难的 带队老师表示 比赛过程遇到状况时 他们会想办法向其他国外团队求救 尽力克服难关 学生们身上挂满了密密麻麻的徽章 都是他们互访各队交流战士交换的 而这也让他们感受到 代表台湾出赛的荣誉感 希望学生可以自己去想 他未来想要做什么 或者是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去摸索 知道他擅长的是什么 我现在是一年轻的工程师 很高兴看到他们进来 能够带到我们的位置 所以祝他们最好幸运 我确实认为他们遇到 一个国际的障碍 很难在哪里 你不太熟悉 然后跟人们一起谈谈 所以他们也做了一个很棒的工作 我给他们这一项 所以他们必须遇到 数千人聚集在曼巴运动学院 欢乐的气氛似乎冲淡了布莱恩的离世 中正高中高二学生夏德旭说 这次有机会来到布莱恩创立的学院 特别蹲下来摸摸地板 感受布莱恩曾经踏上了场地 中央社记者林洪汉洛杉矶报导 中央社记者 江青 距离东京奥运只剩不到五个月 面对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东京奥运是否受到影响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3号表示 活动将如期举行 我们今天有很长的谈论 和很长的谈论和提供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正在24月24日 武汉肺炎冲击全球 日本奥运大臣乔本圣子 日前接受质询时提到 合约内容是说 奥运要在2020年这一年之内举行 可以解释成允许延期 此话一出被解读为 东京奥运可能延期 国际奥会声明表示 他们有信心能如期举办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发言人 亚当斯也说 未来疫情可能还会有变化 但目前的计划 是朝正常举行的方向努力 由于疫情逐渐扩大 目前已扩散到71国 感染超过9万2000人 造成3100多人死亡 有些疫情较为严重的国家 已将许多赛事延期或取消 这场动辄数万人聚集的运动赛事 无论办或不办都备受关注 至于预计在这个月下旬 展开的奥运圣火传递 是否受疫情影响有所变数 国际奥会则表示 他们将允许各地区负责人 视情况做决定 但大会目前仍按照计划进行 中央社综合报导 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各地知名观光景点乏人问津 就连全球最多游客 慕名造访的美术馆 巴黎罗浮宫也闹闭馆 员工担心个人生命和健康 受到威胁 投票决定停工 无线肺炎全方面冲击各行各业 旅游业尤其严重 中国观光客锐减影响的不止是法国 欧洲各国都受波及 这并不是非常好 我们有差不多60%的中国 所以60%几乎60%几乎 我们开始看到 这里或这里有些领域 有些领域比较多 我特别想到游客 有些领域比较明显 现在两个月 世界各国的观光餐旅业 都面临相同问题 取消订房和定位的比例 越来越高 特别是游客 最主要的影响 最主要的影响 全体的影响 全体的影响 组织OECD 预估2020全球经济成长率 将从2.9%下降到2.4% 这将会是2008年 爆发金融危机以来 经济成长最疲弱的时刻 主要是综合报道 后托时代 欧洲联盟考验不断 一场制定欧盟 未来七年预算的高峰会 在两天马拉松市的会议后 将局收场 27个成员国搞小团体 无法达成共识 让德国总理梅克尔 只能对媒体大叹一口气 欧盟多个高达 数兆欧元的跨年度预算案 预计从2021年实施到2027年 每场讨论都是拉锯战 尤其英国脱欧后 冒出的751欧元资金缺口 要达成共识 南上加南 欧盟希望增加气候变迁 移民管理 数位经济方面的支出 但外号空门四国 在欧盟负责出前的富有国家 丹麦 瑞典 荷兰和奥地利 且了新药删减预算 避免负担更重 财政较为拮据的意大利 西班牙 葡萄牙 及希腊等16国 则要求不得将欧盟基础建设 和农业补贴挪作他用 还想得到更多补助 尽管梅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宏 联手支持欧洲理智会主席米歇尔 试图找出折中办法 但各国坚持几件 峰会最终不欢而散 英国脱欧不只影响经济 也影响欧盟教育 拥有牛津大学的名校的英国 是欧洲学生喜爱的留学国家之一 但由欧盟赞助 提供大学生在欧盟国家或地区 一年交换学习的伊拉斯摩计划 英国将不再适用当中的欧盟条款 让留英欧盟学生相当担忧 除了伊拉斯摩奖学金外 欧盟留学生原本在英国学费 比照当地学生 但后托欧时代 有可能得和国际学生一样 支付两到三倍以上的学费 虽然伊拉斯摩计划官方 积极呼吁英国政府 继续参与这项计划 但目前仍未有明确回应 中央社综合报道 日本武汉肺炎疫情升温 首相安倍晋三日前宣布 将动用超过2700亿日元 约合新台币753亿元的预备金 制定第二轮因应措施 全力防堵疫情蔓延 至于7月将举行的东京奥运 安倍表示 会继续与国际奥委会 组委会 以及东京都政府密切合作 为奥运做好万全准备 务必让运动员以及观众安心 国际奥会主席巴赫 也表达支持东京的立场 指出会全力投入 准时执行奥运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 以及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黄佳华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